你份工作可不可以叫做讓酒師? 我是啊,我是讓酒師的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讓酒師做什麼,可以分享一下 讓酒師其實有幾部分,我們有分Hot Side和Cold Side 讓酒師在不同酒廠的工作會有不同的 在小的酒廠可能一腳踢,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 在大的酒廠,一隊人可能有一個Leader 有三個讓酒師,同時間 我們是行Shift的,我們是要排耕和交耕 因為我們是24小時7天不停的生產 我們會做什麼呢?我們就要在Upstream 源頭就是Hot Side 我們要處理一些原材料,我們要處理一些麥芽 要處理一些啤酒花,準備好去讓酒的過程 那就要操作讓酒的機器,然後就確保我們有足夠的麥芽 去做發酵,去讓製那個啤酒 Hot Side就是主要處理這些東西 當中有很多細節的就是你怎樣去確保 那些原材料出來的麥芽是可以讓到你想要的產品 那接著就去到Cold Side 那麥芽出來之後,我們就會拿去發酵 那發酵的那個酒廠,我們叫Sella Sella就是冷的,那就是一些溫度 Condition了,它有不同的過程 那我們會有些Lock Sheet 就是有些紀錄去調整那隻酒 因為它不是今天讓完明天馬上賣的 一般來說都要經過兩個禮拜的時間 那當中有些不同的過程 那做Sella的同事就要有各樣不同的測試 我們要抽些素出來量度 那有些儀器讓我們量度回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在每一個推進去下一個步驟的時候 那我們就有實驗室的 那我們又要抽些素出來,讓實驗室驗一下 究竟有沒有菌,有沒有感染 是否確認去下一個步驟 跟著一路如是者,去到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那個啤酒是準備好處理的 那我們就會做一些Processing 就轉去,令到它變成一種可以出街的產品 那我主要做Processing side 那就是主要做什麼呢? 就是蟑螂和filter 那有些可能如果那個啤酒是大一點牌子 他們就會做巴斯德消毒的話 他們就會處理巴斯德消毒那個環節 那同時間我就會管理一個我們叫做Bright Beer Seller 就是那邊的Seller那個酒床就是全部都是產品來的了 全部都是賣出界的了,全部都是準備入罐入瓶的了 那我們就要做這些事情 那也都要確保那個產品全部都要適合SPEC 那就是那種氮氧化碳含量要足夠 那你才能喝到有氣和有一個很好的泡 那然後那個氧氣含氧量要低 那才確保它不會在罐裡 在Bright Before之前就變味 溫度要足夠,還有我們也要抽些實驗 實驗到那種啤酒在包裝之前是沒有菌的 接著就交給包裝的部門,入瓶入罐入鍵的同時 他們就去做包裝,把啤酒推出去 接著會有倉的同時,在一直包裝的同時 就在 downstream 抽那些貨牌,入架,入貨櫃,送出去 這類製造的公司盡量都不做倉存的 就直接送出去的 好厲害,24小時運用 是啊,24小時 一個缸多少烈? 一個缸6萬烈 有33個這些缸 好的,有3個 總共有4個